妹妹和一支結他 真是非常實用 而這次在海報之中 她還一改以往粗獷的形象 又穿西裝又打胎 原來就是為了配合大碟 比較抒情的歌曲 裡面的衣服 還全部都是她自己選的 你平常的影像好像很不一樣 裝模作樣的 它其實是我專輯裡面的照片 這次的專輯走得比較抒情一點 那也希望人的感覺比較斯文 那這張專輯裡面這些造型 衣服 領帶 帽子 其實都是我自己挑選的 我自己選的 那我希望這個感覺就是 讓大家有一個 對上這個有另外一種 不同新的感覺 然後跟著這張專輯 然後是一致的 那我看這個海報就 對啊 可是現在變大了 我就覺得好做作 沒有了 好的 在這次的歌唱裡面 她就邀請了SOLA擔任嘉賓 阿岳就說 現在真正做音樂的人 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可以跟SOLA合作 她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還期待之後還有合作的機會 那剛才在後台 有沒有一直在聊音樂 有啊 我們在聊音樂 我們在聊 其實我們聊得還蠻嚴肅的 我們聊說這個市場上面 就是真的在做音樂的人已經不多了 那這個市場上面呢 其實大部分的都還是以偶像為主 我們不是說偶像不好 而是說我們那麼專注在做音樂的人 那那個生存的空間到底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樣去找到這個 我們生存的方法跟空間 那是還蠻嚴肅的 可是聊得很開心 非常開心這樣子 那也很期待我們下一次除了演唱會之後 還有什麼其他的合作方式 SOLA除了忙著在張振樂的歌唱上面表演之外 接下來他們還會跟歌神阿Sam 許冠傑合作 接下來我們都會跟我們一個 其中一個不是偶像 是英雄 Sam 虛 有機會跟他合作 做他的嘉賓 還有一個Rock Concert的嘉賓 球場 其實一般對我來說 我們兩個來說一個演出 一個搖滾演出 應該是這樣的 要大型的 所以有機會 不單在一個這麼漂亮的台上 還有一個這麼出色的 還有這麼重要的音樂人一起去玩 太好太好太開心了